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宴会上唱课住行 天保二年七百四十三年木春时分 唐玄忠和杨贵妃一起在宫中宴映的时候 郑李白现场写个词 于是李白写了清平调三首 李白聚到这三首词中 第一首的第一句是 云响依上花响容 而这一句出来后 却在后世引发了各种传说 后世不少因史记载说 杨贵妃和李白的诸多暧昧 有的说是李白爱上杨贵妃 有的说是杨贵妃爱上了李白 也有的说两个人互相爱慕 但天下有情人难成眷属 云响依上花响容中的响字 就十分的含蓄为婉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近期有一部叫杨贵妃密史的电视连续剧 更是把这种李白和杨贵妃的所谓爱情演绎到极致 那么历史上的杨贵妃和李白之间是不是真的有爱情呢 先说后人为什么认为李白和杨贵妃应该有爱情 原因很简单 李白在宫中三年多 有很多时间和唐玄宗杨贵妃待在一起 杨贵妃厌绝天下 李白才管天下 自古都喜欢才子配家人的套路 他们要是没有点什么 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不过 我个人认为 李白和杨贵妃之间 肯定是不会产生干情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杨贵妃剧照第一 李白和杨贵妃 都是两性感情很淡漠的人 李白是个大诗人 大文人 文人都很多情 可是李白一生似乎并没有和那个女人 有过缠绵匪测的爱情故事 而且她也不重视家庭 她一生四处游历 饮酒副诗 对家庭很少照顾 李白的那么多诗歌中 表现爱瑞亮爱饮酒 爱名山大川 甚至爱梦浩然 汪伦这样的男人都有 但是很少有表现爱女人 赞美女人的 所以 李白应该是 对女人的兴趣不能的 杨贵妃也不是一个感情很浓烈的人 她本来是受网礼貌的妻子 被唐玄宗夺去后 照理说 她肯定会留恋礼貌的 毕竟 她原先和礼貌秦瑟和谐生活了三年 都说 女子爱前夫 男人爱后妇 可为什么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 她怀念礼貌的文章呢 李白虽然才华横溢 不过 只有文艺女青年 才会爱上才华横溢的人 杨贵妃不会写诗 也没有她爱好诗歌的记载 也就是说 她不是文艺女青年 她怎么会喜欢让老男人李白呢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 杨贵妃和唐玄宗 在天院做比翼鸟 在地院为连理之 只不过是白居易自己的想象而已 杨贵妃肯定也不会对唐玄宗产生爱情的 第二 李白和杨贵妃待的时间不多 没有机会 李白虽然在宫中有三年时间 但实际上只有一年多 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真正见面的也没几次 因为我们只要看看 在这期间 李白为唐太宗写过多少诗就明白了 宫廷诗是很难写好的 如果李白写得多 他也就成不了伟大诗人了 所以说 李白和杨贵妃见面的时间其实很少 因此 他们不可能产生爱情 唐太宗剧照第三 两人的地位十分悬殊 各自兴奋的也不一样 杨贵妃身为国母 李白只是个弄臣 这地位差得十万八千里 杨贵妃是非常留念宫廷浮华生活的 对寿王礼貌尚且不留恋 怎么会留恋李白呢 李白当然也不可能对杨贵妃存有非分之想 历史上很少上大臣爱上皇帝老婆的 那是因为地位限制了这种幻想 至于兴奋点 更不一样 李白的兴奋点是当大官平天下 在仕途上有所作为 他本身就厌倦在宫廷中当弄臣的感觉 怎么还会对杨贵妃产生感情呢 杨贵妃喜欢的一起红尘妃子笑 也是李白无法带给他的 所以说 李白和杨贵妃显然是不会产生爱情的 清平调 凶的那个想字也无非就是说 云羡慕杨贵妃的衣服 花羡慕杨贵妃的容貌 是在美杨贵妃讨唐玄宗喜欢而已 实在与爱情没有什么关系 参考资料 就唐叔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